这个男人是个偷窥狂 透过墙上的洞 他看到了漂亮的女邻居正在脱衣服 男人瞪大了眼睛 不甘心错过任何的画面 可女孩却消失在他的事业中 这可把男人着急坏了 男人名叫大山 是个妥妥的宅男 高考失败后 就将自己关在了出租房里 断交了外面的一切朋友和社交 整天一个人待在阴暗的房间里 陪伴他的只有堆满垃圾的房子 生无可怜的男人 决定用九块九包油的皮带 了结自己悲催的生活 可就在他窒息的瞬间 求生的本能让他不断的挣扎 突然 果然废柴都是如此 连自己选择的死亡都无法承受 可就在这时 一粒光线引起了他的注意 原来由于书架的倒塌 让墙上的洞口暴露了出来 男人顺着这粒光线慢慢的凑上前 在墙的另一侧 竟然有个清纯美丽的女孩 正在不急不慢的吃着馒头 男人眼睛瞬间瞪得滴溜远 女孩不小心把豆瓣酱滴在了手上 然后用嘴巴舔了一下 搞得男人是小鹿乱跳 从此之后 原本自暴自弃的男人 因为女孩的存在 让他重新拾起了生活的信心 也不再想着花样作死 而是每分每秒 都注视着女孩的一举一动 看到女孩洗过澡的模样 让男孩直接干了六瓶矿泉水 晚上 女孩睡觉的时候 他还会隔着墙壁 对他说晚安 这天外面下起了大雨 平常不怎么出门的女孩 晚上却带回了一个西装阁里的男人 男人看到后心里顿时就慌了 难道自己的女神有男朋友 可就在下一秒 接着杀人后的女孩 竟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男孩被吓坏了 他不敢相信 如此美丽动人的美女邻居 竟然是个杀人女魔头 可还没过多久 女孩竟敲开了他的房门 要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看着他人畜无害的模样 这让男人意识到 刚才一定是自己眼花了 第二天晚上 等女孩再次回到房间时 一个看上去很屌的男人 走进了他的房间 女孩穿着拼袭袭上买的雨衣 就在男人触碰他的一瞬间 他那清纯的脸庞 再次露出了甜美的微笑 男人被吓得大叫起来 女孩察觉到被发现后 一刀插了过去 等他鼓起勇气 再次靠近洞口查看时 男人被吓得夺门就跑 女孩在后面紧追不舍 很快两人来到了一处天台 此时的男孩已经无路可逃 面对女孩伸来的美工刀 男孩扑通一下 跪在了地上 但谁也没想到 女孩竟然放下了手中的刀子 并上前听了男孩一下 就这样 明知女孩是杀人犯 男人还是彻底的沦陷了 可这天 楼下的邻居居然被他给杀了 男孩十分的不理解 因为他清楚的记得 这位大哥很少外出 并且是个爱猫人士 女友怎么能杀如此善良的邻居呢 就在他不知所措之时 一群黑衣人提着工具箱走了进来 领头的是一个黑皮衣的女子 原来这群十分严谨的黑衣人 正是女孩杀人后的专属清理小队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 男孩直接闯进了女友的家里 这帮人也没把男孩当成外人 踢着电锯 当着他的面 将楼下大哥的身体 分成了七七三十六块 看着男孩一脸疑惑的表情 黑衣女子直接带他来到了楼下大哥的房间 男孩被这个场面吓得不起 种种迹象表明 楼下大哥并非表面看到的那般爱护小动物 其变态的行径足以令人发指 黑衣女子告诉男孩不要害怕 反正你也很快就要被杀了 这令男孩十分的不理解 回家后的男孩 整个人陷入了失落之中 好不容易找到了女朋友 难道真的成为了他下一个猎杀目标吗 男孩陷入了无尽的失落和恐慌 可就在这天晚上 他透过墙上的小洞 看到女友再次杀了人 但是这次 她的脸上没有了以往的笑容 反而多了两丝悲伤 原来三天前女友杀了一个密封帮的小弟 虽然警察没有调查出来 但是帮派的老大却找到了线索 他想要女孩加入他们的帮派 毕竟人出无害 杀人手段又干净利落的女孩极为难得 但女孩并没有答应 因为她不是滥杀无辜的杀手 男孩认为一定是会不会逼迫女友杀了她不想杀的人 就在这时 男孩突然明白 女友对她有多么的重要 他不想看到自己的女孩不快乐 气愤的男孩一路小跑来到了黑帮据点 随后冲上前 一顿乱挥乱砍 但从没有打过架的男孩 怎么可能是小洞洞的对手 很快就被打翻在地 洞洞头子拿走了男孩手里的美工刀 抵住了他的脖子 准备杀了他 然而危机关头 房间突然停电 一个烟雾弹滚到了惠惠头子的脚下 一群人被呛得咳嗽不止 女孩身披战斗羽翼 眼神极为冷酷 缓缓地走进了房间 看着手拿美工刀被揍的男友 女孩瞬间明白了一切 接下来的时间 便是女孩的表演时刻 只见她像是跳芭蕾一样 轻盈曼妙的身姿 仅仅走了四步 就干掉了五名不怎么黑的黑帮成员 这是一个身高马大的男子身后偷袭 小美只是一个转身 便轻松地让惠惠的喉咙 张大了嘴巴 紧身的黑帮头目 拿出了一把武士刀 他想要劈开女孩的小脑袋担子 女孩丢下美术刀 一个弯腰低头闪到身后 懵逼的头目来不及懵逼 武士刀就缓缓地划过了他的脖子 女孩解决了所有的混混 男孩看到后 刺着牙黑黑黑地笑了起来 夸赞女友的功夫了得 女孩告诉男友 以后不再杀人 正当男孩要抱得美人归时 扑刺一下 男孩觉得腹部一阵剧痛 低头向下看去 美工刀直接插在了他的腰子上 女孩再次露出了微笑